华为大事件来关心 优秀学生挤破头 都想进到美国哈佛大学来就学 现在为了促进校园种族多元 哈佛等名门大学都采取了平权措施 对非裔还有拉丁裔的学生 提供入学优惠待遇 但是29号 美国最高法院却判决 把种族纳入招生考量 已经危险 两派人马高举标语对峙 互不相让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 指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现行的平权措施 也就是招生时将种族纳入考量 违反美国宪法 美国名门大学窄门南境 为了促进校园种族多元 不少大学才行为弱势族群 加分或保障名额的优惠待遇 改善种族歧视利益良善 不过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 以6比3判决为限 批评声浪排山倒海而来 美国总统拜登也表达强烈失望 表示判决将让美国的多元包容价值 开倒车 不过对亚裔学生而言 却是一大胜利 因为平权措施主要保障 非裔和拉丁裔学生 亚裔如同遭到反向歧视 1996年加州禁止平权措施 伯克莱大学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 比率下降50% 这次的判决将适用全美大学 势必改变美国公司利益 高等学富的样貌 是零文编译